我学一个博主 把这个香薰挥发棒放到花露水里面 在厕所里面放一瓶 感觉拉完扁扁都没有那么臭了 在浴室里面也放一瓶 以前尽量趴在墙上的这种虫子 也几乎没有看到了 客厅我也放一瓶 因为我还挺喜欢花露水的味道的 这个挥发棒 它就会散发出来淡淡的清香 特别好闻 视频同款香薰挥发棒买回来了 再打一趟看 送了好多装饰 就这样是一根一根的 它这个是软的 可以裁剪 香薰里的花露水 香薰都可以用它 用多少减多少 咱剪一下试试 没问题 倒了点酱油 咱把这些挥发棒放里 看有没有用 这往上吸 确实可以摇这东西 买了瓶六层花露水 咱看看能不能插里 这有个眼 尺寸正正好 这就是为六层花露水 是个低流 高度也正好 咱等一会 插了一会 现在确实满屋都是花露水味 咱用纸捏一下试试 确实洗碗了 纸都已经死了 我又找了瓶香水 插了四根 还挺好看 如果你想要这个香水 和花露水味更浓一些 就可以多插几根 那天来了 我觉得这个挥发棒 和六层花露水 真是绝配 不仅好看 而且香味更浓了 大家可以多备几根 用纸子的花露水味更浓了 我还能够